大家好啊 2020年4月29日 突然出现了两篇跟瑞德西韦这款药物有关的文章 他们都很重磅 但是呢 他们所显示出来的信息啊 截然相反 药品的研发者吉利德公司 他们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瑞德西韦这款药物啊 针对重症患者取得了良草的效果 死亡率降到了7% 而用常规的治疗方法死亡率在50%以上 64%的患者已经在14天后明显的改善 61%的患者已经出院 这绝对是一个有效药物的效果 但是中国的研究啊 却呈现出另一番的景象 也就是4月29日啊 晚上11点钟啊 就好像是为了对吉利德公司的 这个官宣一样 在柳叶刀杂志上啊 出现了中国方面的研究成果 他说啊 中国的随机实验表明 这药物未见显著的临床疗效 尚需更多研究 主持这项研究的中日友好医院的副院长 曹冰表示啊 这款研究是由王成院士啊 全程指导参与了试验 而且呢 执行的是最严格的标准 实验结果的可信度也是最高的啊 这个曹冰 我多补充一句啊 他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 曾经接受过记者的采访啊 当时啊 记者希望他透过口风 因为当时这个实验还没有进行完成嘛 他说啊 当然啊 当时实验没做完 他说根据现场初步的观察结果呢 瑞德西韦这款药 临床验证的有效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啊 他还专门跟另一款同时在研究的药物克利茲做了对比 他说出啊这样的话有比较哦 就是说瑞德西韦的疗效啊 明显高于克利茲 而现在出的这个结果啊 与当时他的说法有明显的矛盾啊 大家看这么大一段话 其实意思只有一句啊 就是说啊 瑞德西韦跟安慰技主啊 不管是在养疗的支持时间啊 这针对重症 还是住院的持续时间啊 还是出院或死亡的时间方面 没有明显的差异 也就是说这款药物啊 完全没有效果啊 跟喝白开水差不多 好那么问题来了啊 现在让大家选边站啊 大家是相信吉利德公司的 官方公布了这个重症患者的治疗结果 还是相信中国方面 这个临床实验的 这个实验的公布结果 我这又想起一件事啊 这个中国方面不是前段时间说 由于这个患者的人数不足 已经终止了吗 怎么这又突然出现一个 看起来还比较详尽的结果呢 而且还是失败的结果啊 我不是太搞得懂啊 好希望大家自己去 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回事啊 因为这两个结果之间 这个差别确实太大 我实在没有办法 连霍西泥都没有办法啊 也就是说只能选一个啊 大家自己选啊 我具体做出选择 好就这样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